欢迎回来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七章 第七章呢讲的是量化分析啊 那么这一章的话呢主要就是一些概念 它也不是属于考试的这个重点章节 所以这一章节的话呢 相对来讲会学起来比较轻松一些 首先第一个看量化投资分析的它的特点 量化分析的话呢是利用统计 数值模拟和其他的定量的模型 主要是模型 进行证券市场相关研究的一种方法 它有五大特点 第一个是纪律性 然后是系统性 及时性准确性 和这个分散化 这是量化投资分析方法的特点 量化分析的理论基础 量化投资本身就是一种主动型的投资的策略 因为我为什么要去做量化 就是因为我要去找出 能够让我获得超额收益的那个正确 主动投资策略的理论依据是市场非有效 或者是弱有效的 如果强有效的话 这个你采用任何的主动型的投资策略 都没有办法获得超额的收益 量化投资的这个分析的主要的内容和方法里面 主要有这个人工智能 现在很流行的这个AI是吧 还有这个数据的挖掘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量化分析的一些内容和方法 量化这个投资的技术 量化投资技术里面 有量化选股 主要有公司的估值法 趋势法 资金法 这是量化选股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比如说 这个公司的这个股票价值是在多少价格到多少价格范围之内的 好了 只要你把这个计算机的这个信息 你要的信息输进去以后 符合你这个条件的这些公司 一张列导就给你抽 然后量化择实 量化择实的方法有趋势的择实 市场情绪的择实 有效资金的模型 还有牛熊线 等等啊 那么这些数据都是这个通过这些模型 不断的去改变这个模型当中的参数 然后呢 去和历史的数据进行比对 比对完了以后 然后最接近历史的那些数据的 最后跑出来这样的一个数据公式和模型 然后呢 再把它应用到这个对未来的预测上 技术上面还有股指期货的套利 股指期货套利主要分为期限套利和跨期套利 期限套利的话呢 是一组股票和股票期货之间进行套利 也就是说在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上做的套利 跨期套利的话呢 是不同月份的股主期货合约之间的这种套利 称之为叫做跨期套利 因为我们知道股主期货合约有四个合约对吧 它是这四份合约当中的任意的两份或者是三份或者四份 这些合约之间来进行套利 合约一个合约买一个合约卖 买入一个合约同时卖出另外一个合约 然后呢 这个通过期望这个上涨的那个合约的部分 这个超过下跌那个合约的部分 或者是期望你这个最终合约买卖之间 两份合约 盈利那份合约的盈利部分 比亏损那份合约的亏损的部分 要来的大的获得净的正的这个收益的 这样的一个最终的结果 那么这个是跨期套利的一个结果 商品期货的套利呢 历史数据的统计分析 对成功实施商品期货套利来说也很重要 这个商品期货套利其实也可以有分为像期限套利 像跨期套利 跨品种套利 跨市场套利 这些套利都有 统计套利 统计套利在方法上可以分为 别他的中心策略还有这个写整策略 这统计条例的模型 你其实不用去管他的模型是什么 因为模型是计算器自动会给定的 它是研究人员去研究的事情 好 算法交易 算法交易呢可以分为被动型的算法交易 主动型的算法交易 综合型的算法交易 资产配置及风险控制 将投资的方法建立在对各种资产类股票 公开数据的统计分析上来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 最而进而来确定组合资产的配置目标和分配的这个比例 这是资产配置和它的风险的控制 因为有的资产组合 这些股票和股票之间 那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负相关的关系 那这样的话呢 同时投资于这两种类型的股票 可以这个减少它的非系统性的这种风险 然后这个量化投资分析啊 量化投资技术的应用前提和适用的范围 它较多的采用比较复杂的数理模型和计算机的数值模型 能够提供较为精细化的分析的节约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需要去了解它的公式的问题 因为它的编程和它的公式是非常非常复杂 量化分析主要的应用 估值和选股 估值的话呢 对上市公司估值包括两种方法 一种叫做相对估值法 采用的是陈述的方法 比如说PE估值法 PB估值法 还有这个EV比EBID那个TDA的这个估值法等等 这些都是一些不同的估值方法 比如说它会有市场上的 我举个例子 PE 那么这个PE的话呢 是美股收益 除以股份数 这个股票的总收益啊 应该是股票的收益 股票的收益 去除以它的股票的分数 分下来的话是它的这个美股收益 然后呢 把它的这个美股的这个收益呢 然后再用 市场价格 除以它的美股的收益 这个就是PE 或者我们所说的这个适应率 适应率 好了 它会给你先计算出来一个 这个行业的平均的适应率是三倍 30倍吧 平均适应率是30倍 然后呢 这个公司它的美股收益是1.5元 那么这个公司价值多少钱呢 1.5乘以30 好 这个是它的这个估值的方法啊 采用的乘数方法啊 那么这个30其实就是乘数 绝对估值法的话呢 采用的是折线的方法 如鼓励的 这个折线的一个模型 公司自由现金流的这个模型 股权自由现金流的模型 FCFE和FCFF啊 这两种类型 好 选股 数量化的选股策略的话呢 它是在基本面的研究的基础上面 结合量化分析的手段 这个构建出来的 主要的这个策略有基本面的选股 刚才我们讲的 按照PE来选股 可以吧 可以 按照美股收益来选股 可以吗 可以 都可以 只要你给定相应的 要求 然后呢 符合你的这些要求的股票 就会全部给你反映出来 还有呢 一些多因素的这个选股 有 有这个基本面的选股 有这个多因素的选股 还有动量反向的选股 等等 就是比如说 我 我要的是除了这些 条件 以外的股票 这是反向 反向 资产配置 资产配置呢 包括了像战略的 还有战术的 前面我们有讲到过 战略的主要是长期的 战术的话呢 主要是短期的 对吧 资产配置的三个层次 包括了全球的 大类的和行业风格的 这个在组合选择题当中 出现过很多次啊 考试在组合选择题当中 出现过很多次 全球的 大类的 和行业的 你会看到感觉好像全球的 本国的 这个地方的啊 就感觉他的这个 像好像不太一样 全球应该会和 比如说和和国内的 去进行成为一对 对吧 大类的和中类的 应该是放在一对 对吧 行业的和这个宏观的 可能应该放在一对 对吧 但其实都不是 都不是 他就是这么 就是这么清奇 这么奇怪啊 全球大类和行业风格 老老就是三个 这个考试的话 一分啊 一分 股价的预测 主流的股价预测的模型呢 会有灰色的预测模型 神经网络的预测模型 支持向量 这个向量机的预测模型 这些都是计算机的一些术语 还有绩效的这个评估 绩效衡量时 对基金经理投资能力的 一个衡量 目的在于将具有 高超的投资能力的 优秀的基金经理 给他鉴别出 他会有做相应的 这个绩效评估 这个也有公式啊 但是这个公式的话呢 也不是我们 这块要考的内容啊 这是基金从业里面 要考的这个内容啊 那么对基金的 这个投资能力呢 他可能会有 各种不同的方向 比如说他的择食的能力啊 咱们去评价的啊 还有他的择股的这些能力 基金的净收益 计算包含了什么呢 简单收益率 不考虑分红再投资的 时间价值的影响 时间的加权收益率 时间加权收益率的话呢 他是考虑了分红再投资 更准确的对基金的 真实的表现来做出衡量 那么一般计算公司是呢 是这样的一个计算公司啊 还有的话呢 其实其实就RN表示 DN次分红前一段时间的收益率 那比如说第一段时间的 收益率是3%对吧 第二段的时间的 收益率是4% 把它分成两段时间 那就是 1加3% 乘以 1加上了4% 减1嘛 这个就是 时间加权收益的一个计算 那么这个计算的话呢 他肯定是考虑了分红再投资 这是肯定考虑的 第三个是算术平均收益率 和这个几何的平均收益率 一般的算术平均收益率 它会大于几何的平均收益率 几何平均收益率 可以准确的衡量基金表现的实际的收益情况 常用于基金过去收益的衡量上 而算术平均收益率呢 一般用于对平均收益的无偏估计 多用于对将来的收益率的一个估计 所以呢 这两个收益的话呢 它的应用的方式可能不太一样啊 那比如说2和7 以及它的算术平均应该是什么呢 2加7对吧 除以2应该等于4.5吧 这99除以24.5 这算术平均 然后几何平均的话呢 应该是2乘以7 开个根号 那么2714 就相当于是14开了一个根号 对吧 3则有4416 比4还小呢 对吧 比4还小 三点几 所以算术的平均应该会大于几何的平均 银化收益率 风险调整绩效衡量的方法 包括了有夏普的指数 有特雷诺的指数 还有詹森的指数 那么这个夏普特雷诺和詹森的指数呢 其中夏普指数和特雷诺指数呢 它是用了笔值的方法 而詹森指数的话呢 用的是残值的方法 其中夏普指数用的是标准差 特雷诺指数用的是β值 詹森指数用的也是β值 来衡量系统性的风险的 具体的公式的话呢 我们就会看到这个金奖班里面去了 这边就不讲了 夏普指数和特雷诺指数衡量的 都是单位风险的收益率 这个夏普考虑的是总风险 所以它用的是标准差 特雷诺指数考虑的是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 也就是系统性的风险 所以它用的是β值 夏普和特雷诺指数 对基金绩效排序的结论上面 可能会不一样 如果你单用夏普来进行这个排序的话 这个来进行这个排序的话呢 那么这个数值越高越好 你也用夏普指数 我也用夏普指数 那么越高越好 詹森指数也是 特雷诺指数也是 但是你不能说夏普指数 基金A的夏普指数 比基金B的特雷诺指数要来的高 A的夏普指数 比B的特雷诺指数高 不代表说 A的特雷诺指数 就会比B的特雷诺指数要来的高 这两回事啊 特雷诺指数与詹森指数考虑了绩效的深度 而夏普指数考虑了深度和广度 为什么 因为深度是β 深度和广度是σ 这个是全部风险 这个是系统型的风险 基金择实能力的衡量 采用现金比例变化法和成功概率法 现金比例法择实的损益呢 是等于股票的实际配置的比例 减去正常配置的比例 去乘以股票的指数的收益率 再加上了现金或者是债券的实际的配置比例 减去正常的配置比例 乘以现金的收益率 成功概率法是 政策预测到牛市的概率 加上正确预测到熊市的概率 然后呢 再减去了1 然后再去乘以100% 那么像这块的话呢 一般来讲的话是不会出计算了 一般来讲的话 在这一块就不会出计算了 基金考试在这里会出 这个 咱们的这个正确分析里面 这块可能就不太会出了 但是成功概率法的话呢 不确定啊 不确定 比如说在10个牛市上 10个月的牛市 他判断了6个 然后有17个月的熊市 他判断出了10个 判断出了10个啊 所以呢 又10分之6 加上了 十七分之十 减一 这个就是他的成功概率法 成功概率法 好 基于行为的金融学的投资策略 目前国际金融市场中 比较常见的 相对成熟的行为金融投资策略 包括了动量的投资策略 反向投资策略 小盘股的策略 时间分散化的投资策略 有这几个类型 目前我还没看到体验 这边我目前还没有看到 怎么看到体验 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第六个 程序化交易和算法交易的策略 程序化的交易呢 它会比较适用于这个 含有15只股票以上 或者是单值为100万美元以上的 这个交易 也就是它的交易的量 可能会比较大一些 这时候可能会采用程序化的交易方式 算法交易的话呢 是称之为叫做自动交易 黑核交易 它呢 是使用计算机来确定订单的 最佳的执行路径 时间 价格和数量的交易方法 主要的话呢 是针对这个经纪商 主要针对经纪商 那么这一节呢 给同学们先讲到这边 我们先休息一下